什麼Honda? 哪一部啊? 什麼Honda? 好像有人說 剛剛有人說大陸車幾千塊 當然不用了 最低的硬度也做一部日本貨 做另一部日本貨 不是都買韓國貨 韓國貨有什麼? 韓國貨有什麼? 看看 好 怎麼樣? 尾巴上去 黎英 有機會! 國大俠再來 自己射! 可惜中柱 剛剛有位兄弟跟我說 什麼Bandai 我一開始想想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我送 四驅車模型車 什麼送Bandai? 巨人虎 巨人虎可以做到一部 都很貴 因為人家根本沒有廠商做這件事 第二件事 我想 這個就是剛剛說明 第一件事 就是星期一 就會有一個特備節目 是吧 就是和書倒飯局的台慶特備節目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你記得上星期我和你提過 星期一、二會有段影片 有關我唱那首歌 那首《地小龍精武門》 那首主題曲 當然我想問 我想問為什麼我沒有出片 你們沒有人說 有什麼影片出的 為什麼你們沒有問 為什麼你們沒有關心 我想先問一件事 上星期五的時候 我有宣布過這件事 為什麼你們沒有關心 我想問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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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我星期一將會舉行特備節目 記住 是星期一 有人回答什麼沒有人想知道 很傷心 很難過 馬上說什麼 你說什麼 這些什麼沒有人想知道 這些是很不好的說話 這些是難聽 最不應該說這些 沒有人想知道 有沒有人記得這件事 我想知道 我覺得 你根本沒有人記得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把我的說話當以邊峰 再以入 又以出 肯定是這樣 一定是沒有人記得 沒有一個人問 我告訴你 沒有一個人問 九成九 有些人說什麼 沒有 沒有 附近的 有些人說什麼 有些人說我們不記得 只有一個人老實 現在剛剛有一位兄弟很老實 耳實說 不記得了 這件事是誠實的好孩子 抵賺 我告訴你 現在我告訴你 下星期又會有 正式面世 下星期一 下星期一 就會有影片 你又可以看 剛剛好 剛剛好 這個 賀台慶也對 這段影片也對 這段影片也對 賀台慶也對 之外 要後一星期 如果 你是否會想要合回 台慶 怎樣怎樣 其實 這個始為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 當然就是 想要做好一些 大家 盡善盡美 這次弄得很辛苦,平時也很辛苦 但這次是更加無敵的辛苦程度 小心 可惜沒有人關心 剛才我提到其他兄弟說話 我記得,但難道追你問你什麼 對嗎? 什麼不看清楚,會不會有屈? 根本沒有人提過 提是極少,可能是少數,所以看不到 否則怎麼會看不到? 你們經常洗版的經常洗,怎麼會不知道? 對嗎? 因為你走數,我等了整個通宵都看不到 對嗎? 對,你也會留言,你也會跟我說主動 你們肯定是會主動說 否則根本沒有人記起 好 咳咳咳 我經常吹嘴,從來沒有吹嘴 從來不說謊 我這個人是最老實的 我最不說謊 一定是說老實說話 啊? 我老實大事 當然是說說新聞 這兩件事是最重要的 先說說新聞 美國有一個香港人拿了一個美食冠軍 你知道什麼美食冠軍嗎? 就是... 有一個... 叫做... 什麼... 什麼... 美國有一個叫... 什麼... 水牛雞翼 水牛雞翼 我不知道是哪個位置 我不知道是什麼州 什麼棍子 不知道是德薩士州 還是什麼 水牛雞翼本身 這個比賽是有關水牛雞翼 就是說哪個人可以煮得好吃 或者怎樣怎樣怎樣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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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牛雞翼是一道點的菜式 就是香辣的 就是... 本身就是那些辣辣的雞翼 那麼... 那麼... 很難說是用什麼香料 總之就是... 你會看到那些皮就是烤出來的 就是不是... 炸雞翼 就好像是烤焗的 但是就有點辣辣的 那麼... 那麼... 對... Buffalo Wings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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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水牛雞翼呢 就有一個人移民了過去 有一個男生 就不知道... 他にな讀什麼理貨 我忘記是讀什麼科 電腦或者工程 但是呢 就很喜歡煮食 還是怎樣的 那麼... 他就是研究 那麼... 想做個... 什麼... 加些泰式風味 為什麼呢 雖然他是香港人 但是他說他居住九龍城 九龍城 也知道很多泰國餐廳 那麼... 就... 在那裏就決定 因為他說水牛雞翼是辣辣的 他打算加一些泰式 泰國口味 他說應該是幾個 他自己四處研究 在當地的泰國超市買些香料 怎樣怎樣研究 他總共拿了二十多個香料 終於研究了這個雞翼出來 拿了一個冠軍 他成為了美國水牛雞翼之王 他贏了 他說很慶幸 他有評判接受到其他風味 不會說這些不跟我們傳統 他覺得很新鮮 他說這個味道 有水果類似檸檬 青檸 之類的 又辣又清新的味道 然後就贏了 美國本土和加拿大的選手 可能他們都是一些出名的廚師 嘩 臭小子 被人偷我的球 小心 又說什麼不知道水牛雞翼 沒聽過 水牛雞翼 有時候去什麼薄餅店 他吃的就是水牛雞翼 他可能不會跟你說 改名叫水牛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雞翼是雞 為什麼要加水牛 的意思是怎樣 就沒有解釋 雞翼又不是大到水牛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當時改名叫水牛雞翼 名字的由來 其實我也不知道 水牛雞翼 水牛好像都不吃 牛是有分的 食用的也不是水牛 水牛是耕田 黑虎耐勞 耕耳 吃的好像是吃黃牛 水牛是灰灰色的 那些人說什麼皮 皮韌 就沒有吃的 肉什麼鞋還是怎樣 好像有說過 我懂了 擠不上去 有人說是水牛乘雞翼 所以就選擇水牛 我不知道 有可能 有可能 全名叫水牛乘雞翼 有些人說 有些人說 水牛可以打得贏 獅子老虎很厲害 所以就叫水牛雞翼 意思是 厲害好吃 吃的那些是和牛 和牛 貴到瘋了 何指什麼水牛 完全是沒有給的 就是這樣 贏了當然開心 有些人說他厲害 或者怎樣 沒有人猜到 沒有人說 你兒子 但是煮東西 都這麼好吃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還有一項新聞 就是說 他說 最近有一個新的日本小姐 如果你有留意日本小姐的選舉 歷年來 日本小姐的樣子都很奇怪 你不知有沒有記得 上年那個就是什麼 像貓 還是什麼肥 就是臉很大 很多網友有評論 我個人 這個就不代表本人立場 總之就是 那些人就說 歷年日本小姐的冠軍 就是 例如說 為什麼日本這麼多女明星 好美女啊 新緣結衣的BB 還有哪些 現在很流行 喬本環內 類似 掘筆珍希 中間遊幾位 好美 為什麼那些 日本小姐的冠軍 No.1 又不是那個 Cup Show 有些人就經常這樣說 這是什麼很奇怪 這個賽事 就是 我為什麼每年都選 不是一個 大家說 什麼標準 就是很多爭議性 就是每年 那個小姐的選舉 就是這樣 已經是不知幾年了 但是我就覺得 這個可能就是他的特色 可能他就不知故意做到 有賣點 或者他就覺得 他們的評判 就覺得 他們的審美 可能是發掘到 我們留意不到的東西 我認為就是這樣 今年的冠軍 是誰呢 就是一個 印度和日本的混血兒 因為你知道 混了印度血統 然後皮膚 因為日本人 一般比較白 皮膚 他就有一點啡 黑黑的 但是樣子 我就覺得 比上一屆 上一屆那個 就像貓一樣 就是 你有印象 眼睛又大 臉又大 好像貓 這個 我就覺得 這個樣子 輪廓五官都很漂亮 但是 就是 因為 由於他有血統的問題 也有些網友 有爭議性 他就說 選擇日本小姐 這個戴定頭盔 就不是我說 他說什麼 日本小姐 應該就要選擇 日本血統 他的純種 因為 比賽期間 都有人問他 你的純度 是多少 或者怎樣 這位 得獎冠軍 他也有自己說 我是有印度血統 他說 我爸爸就是 爸爸就是印度人 媽媽是日本人 好像是這樣說 他就說 我不覺得 有什麼問題 我為自己的 血統 很驕傲 等等 他說 他爺爺 跟甘地 一起工作 還是那些 英雄 國家英雄 所以 他感到榮耀 但是 有些人就爭議 他說什麼 日本小姐 最好 最好 日本小姐 都是選擇 一眼看出來 就是日本人的 最好 這樣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有什麼 內定冠軍 試一下 叫我選 日本小姐 我選 日本小姐 有沒有行性別 有沒有什麼 偽娘 我可不可以參加 因為日本有很多偽娘 有沒有規定 你這樣說 我就想起一件事 日本小姐 有沒有這樣 可不可以偽娘 去參加 當然是贏冠軍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又說 日本漂亮的 就走去拍片 和做偶像 選來做什麼 這個也是途徑 都是這樣 沒有關係 你漂亮 你可以照樣選 我想知道 日本的明星 好像你這樣說 好像沒有試過 有些是選美 然後做明星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試過 透過選美入行 好像長澤正美 透過一個叫什麼 灰姑娘選舉 但是不是一個叫什麼 小姐 印象中 好像沒有人說 日本小姐 然後就 平暴青雲 做歌手 等等等等等等 你們怎麼看 又說什麼 偽娘穿泳衣漂亮的選美 有這樣的可能性 有些人說 什麼選小姐 當然是真女人 魏娘 不一定整個腳毛 有些兄弟就說 選小姐 當然是 難道整個腳毛 做冠軍 魏娘 我都沒有腳毛 有些男人都沒有腳毛 有些男人都沒有腳毛 光管腳也沒有聽過 有些都是沒有什麼腳毛 你猜女生沒有腳毛 女生都是剃腳毛 才這麼乾淨 滑一滑 激光脫毛 這位女人 真的這麼多 一條毛都沒有 全部都是剃過了 你不是不知道嗎 這個是人體 一定會有的 有 藤原幾鄉 1992年 就是藤原幾鄉 做日本小姐 這次1992年 還沒有說 好像藤原幾鄉 這麼強 這麼紅 的日本小姐 誕生 之後還沒有 藤原幾鄉 不用說 很紅 每個人都 還來過香港拍戲 拍什麼 雷亭戰警 還是什麼 我有印象 跟郭富城 還有 那時候有些新聞 跟那個導演 好像是有 旁歸禮 還是什麼 我忘記了 好像有些花邊新聞 我有印象 有什麼新聞 我就不方便說 你自己查 就是這樣 你自己查 有傳過 有些傳聞 你可以自己看 是幾鄉 很紅 很多劇有玩具 好像什麼都有 有一套 戀愛世紀 藤原幾鄉 沒有記錯 戀愛世紀 木村 他做 不知道 重龍子 的朋友 藤原幾鄉 我有印象 是 現在可能 每個人都會 不選日本小姐 選AKB 就是說 入選 或者怎樣 日本的女生 由中國開始 已經有很多 那些 選舉 有很多 不同的 小型選舉 或者怎樣 好像我剛剛說的 灰姑娘 很多 這樣的選舉 日本是多 偶像 或者怎樣 的確是 就是這樣 這個冠軍 又有爭議性 又有這些問題 我就覺得這屆 都可以 論外表 我都覺得 五官 都蠻漂亮的 但是 比起傳統 就有一點 不同 因為它是膚色問題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 都是 比上一屆 漂亮的 我就這樣說 之後還有一則新聞 是說什麼呢 就說 有一個酒店 不知道是台灣還是大陸 我忘記了 台灣好像是 台灣有一間酒店 他說有一個女生 入住 入住 但是這個女生 就習慣裸睡 什麼為之裸睡 就是不穿衣 就是一絲不畫 睡覺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這樣做呢 可能會舒服一點 有衣服 綁住 有些人會覺得這樣 就不舒服 要脫掉衣服 這樣睡 但是 你知道裸睡的時候 最好沒有其他人在 他就說 睡睡的時候 就發現 酒店的職員 就突然開門 開門進去 他現在嚇到瘋了 即是 那個人也馬上離開 那個員工之後 就投訴 也將這件事 上網說 上網的網民評論 就說你自己瘋了 第一 他說為什麼你 不鎖門 正常酒店房 就會有一些 鐵鏈 就是你知道 有個防盜鏈 大家家裡可能都有 防盜鏈 就是正常的 鎖下去 最多就是開到一個瘋 即是進不來 他說 你自己不上防盜鏈 就是說 你如果上到防盜鏈 就算他 就算他要衝進來也衝不到 這個女生就反駁 就說沒有 他說這間酒店根本沒有防盜鏈 然後他說其次 就是根本還沒有退房時間 他說還沒有退房時間 就不應該進來 第三 就是他好像有說 他有掛到那些什麼 不要執訪的牌 什麼 Do not disturb 就是有些這樣的牌 那些人就不會進來 騷擾你 或者怎樣 就是這樣 接著 於是乎 最後 那個 嘩 騙了那兩個 我認識 都是最後一下 被人 釋穿了 那麼 他就說 我明明又掛了這牌 又未到 什麼check out時間 怎麼進來 大哥 最後 他說什麼 他就貼了 什麼酒店 跟他道歉 他就這樣說 什麼酒店 跟他道歉 那個員工 新孩子 未訓練 不懂 小孩子 不懂世界 就原諒他 就是這樣 酒店 通常就不知 早上10點 11點 就會有些阿姐 來跟你 會先敲你們 就在說 有沒有人 沒有人 看到沒有反應 他就會照樣進來 幫你撿一下房間 或者怎樣 有些都會撿得很整齊 你知道嗎 有時候 我去日本期間 那些人會撿得很整齊 屁股 除了 就是 尾部 桌面 啊 嘩 死仔 這樣夾起來 那些屁股 掉得很乾淨 我覺得是做得很好 你有沒有試過 有時候 你不想他們擴桌 我怕搞亂你的東西就要不要搞你的牌 但通常我看酒店 如果你覺得那間酒店是大酒店 不會偷你的東西就沒什麼所謂 不過要偷的話就算你不撿房間也會偷 我朋友有去過什麼東南亞、菲律賓 不是吧 歧視他說部分酒店是手腳不乾淨的 他說有時候放錢在行李箱 可能你不會把錢拿出來 說你搶了五千元過去玩 你不會帶五千元出去 很漂亮 你會帶五千元出去 你可能帶一兩千 剩下三千元就在行李箱裡 他說什麼事? 他說暗鏈會偷你一兩張紙幣 讓你不覺不覺 你知道菲律賓的紙幣可能貶值很大 他不知幾萬元 他說少了一兩張 經常都是這樣 你知道嗎? 你有試過嗎? 他說什麼?我把床太傷害了 一定要換 怎樣才知道他有沒有換床單 你可以叫他換 有時是 每天都可以換床單 你可以叫他這樣做 有時他不會不換 我就不知道他是憑什麼準則 有時有些酒店 如果你是連住兩天 就不知道兩天才換一次 好像是這樣 對 試過朋友被人偷 對 有時有這樣的 所以 你不要以為什麼酒店 就有什麼鑑蠻的保險箱 他說什麼 如果你把錢放進去 你以為是安全 或是錯 那些鑑蠻 那些員工根本有一個萬能密碼 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看信譽 如果你的酒店是信譽良好的 就不會搞這些 否則有機會這樣開開你的東西 來偷 要自己小心 還有你們怕不怕 酒店有些櫃桶 你會不會把東西放進櫃桶 你會不會怕不怕 我的朋友經常有什麼 小時候放一些故事書 或者是去旅行 放一些故事書 羊娃娃之類 放進去 結果就忘記拿 他說放在這裡 就一定會不見 一定不會不見 就是這樣 結果就忘記拿 所以我從來不會 我在酒店 我很少把東西都拿出來 有些什麼都放進我的行李箱裡 或者怎樣 有人說 試過把散彈放在桌子裡 沒有藏起來 回來有一張紙寫著 謝謝你的小費 哈哈 這麼聰明 哪裡啊 你是指 你是去哪裏旅行的 我想知道 你看兄弟 小大刀兄弟 看看 來吧 你去哪裏旅行 結果我們有一個這裏 這麼聰明 有個那些酒店 很狡猾的悄鬼 在那裏做這種醜事 謝謝你的小費 你可以投訴他 你說這個人是精掉的 你在那裏做這種事 你可以投訴他 他也說那些錢其實是我要的 我沒有說拿來做小費 你可以這樣 有人說去完多我那張金牛 有沒有可能 我就不相信 不拿你的東西最好 有人說台灣 台灣好像都少聽這些 我也是第一次聽 台灣也算還好 東南亞就多偷錢 他不會整個偷光 他會偷偷你一兩張 讓你不覺得 或是走的時候 銀馬售木我們這些錢又用得這麼快嗎 那你就會這樣 他會偷偷你這些 很少都 還沒遇到完全 所以去旅行 有時候酒店這些 你不要以為是絕對安全 也要小心擺東西 財不可露眼 都不可以 擺大堆錢 在酒店房裡 也是很嚴重的 當然 你說更新有機會 全部都不見了 如果你被人打貼 還是怎樣的 你要自己聰明 分散放些某些東西 好 可惜 接著 做了什麼新聞呢 就說 有什麼大陸 有什麼司機 司機 就是做什麼 介款車 開介款車大家知道是什麼 就是運送那些 很多銀馬 不知道幾百萬 幾千萬 由一個地方去哪裡 通常銀行運送去 很多不同的櫃圓機 或者怎樣的 這個司機 作為介款車司機 他就有配槍 即是要考牌 即是護送那些 都算是危險工作 來 好 放下去 已經想初後 還有機會 我認識 我認識 他本身有陀槍 但是他做過什麼事呢 他決定監守自盜 他就拿著手槍 或者雷鳴燈之類的 他威脅 通常這些介款車 肯定是幾個司機 一定不是一個 就很容易監守自盜 他就說 我打劫 我現在要拿錢 於是 就自己 劫鬼走 車 就想著自己走路 就不知道 車本身有多少千萬 他就不知道 劫了多少百萬 走路 就馬上當局 大財團 當然馬上叫人 班馬 怎樣 於是 某夜 就遺報 後來 為什麼被人抓到 因為他背著幾百萬現金 很重 銀子 很重 很重 於是 跑慢了 還是怎樣 然後 最後 好像他一開始 先扔下錢 他就走不了 不知道 他偷了幾百萬 然後就扔了幾十萬 走路 於是 政府還是怎樣 就鎖定 看到他那筆錢 找到 那個 款項 即是那幾百萬的錢 然後 他應該在這個省 還是怎樣 這個省 然後 就全線封鎖 做地毯式的搜索 然後 就馬上抓到他 現在就告訴你 錢 如果拖著很多 有機會是比較重 你看到那些GTA的玩遊戲 他經常狂拿狂偷 有時你拿得多就是貪心 貪心的小感 而且他的監守制度也不好 他好像沒有任何周場計劃 我突然一時興起偷 完全沒有計劃過 之後他扔去哪裡 在哪裡躲 沒有 即晚已經被人抓了 如果沒有記錯 我擔心 就是完全沒有計劃 零計劃 沒有任何計劃 那就馬上被人抓了 好像是沒有人傷亡 即是他又不夠膽 他知道跑不掉 還是沒有開槍還擊 他那時候被人圍剿 看這個又怎樣 嘩 這個鏟下去就回應了 又說人仔只有100元 所以他負責重死 那是正常 你說得對 因為他人仔只有100元 他傻子 整輛車拿走 叫人們下車 馬上指著 你們下車 然後自己開車走 然後就衝去 隨便的荒山野嶺 然後我 收起來 收起來 然後再想辦法拿 正常都應該是這樣 用腦 稍為有腦 罪犯 你應該這樣做 揹著錢 說真的 人家立刻拿 你一下車 人家拿車追到 說去哪裡 是吧 傻子 你拿著 拿著 當是600萬才算 當然在那裡跑跑跑 人家說 現在馬上拿車撞下去 已經立刻抓了 要不要撞 那已經可以馬上領功